这次真的是今年最后一次采蘑菇了 气味已经零下 它还能找到一些被冻起来的蘑菇 这次来试试冻蘑菇的口感 我的拖延症没法治了 本来想今天天气好早点出门 但是已经两点了 采冻蘑菇上瘾了 看我们家旁边这里 因为之前没有空来 它是跟你们来的比较悲伤的一个 里面的也是 一个月前来过以后 过来就没来 然后直接就冻上了 现在变成冻森之旅了 我连筐都没带 就带了个盖子 因为冻蘑菇反正都是冻的 也压不坏 冻蘑菇好像非常好采 因为只要把它抠下来 带回去就行 这里有一片 不知道今年长出来了没 有 但是很小 它可能长出来比较慢 然后结果它就被冻上了 哎呀 你看这个都不太厚了 哇 真的 那边有一小铁 哈 感觉来这边找标本的 哇 这个好嫩啊 这几个可以 虽然不大 但是它这些好嫩 这里凳的没有上次那个地方严重 因为这边还好就是零度上下 哇 这一蹴一蹴的真是好 哇 这个特别鲜哎 这个腿还是好的 哇 这里 不知道后面怎么看 哎 这个 哎呀 这个好嫩啊 哎呀 哎呀 手底下都给踩碎了 不好意思 这些碎碎枯了 这些好多 这一块我知道这一块有 所以来找比较荒点 你看那个圆圆的地方 那里又有 哇塞 那里好多 行 我得先去那里拍一下 这里就是会有一圈这样 别人 人生过来的 哇塞 你看在这个玉局林里面 如果平时来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 这里一圈嘛 一圈蘑菇 都在这个 都在这个蓝莓顶里 不是 月局林里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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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脚底下都是快先踩了吧 先拨拍那个蘑菇圈了 看 哇 这些全是 全是嫩的 这个不太好了 先带着 好多好多 这个好像有点老了 看不出来老还是不老 刚才扔哪里了 真的是看不出来好不好 哎呦 这一坨 不知道 哎呀这个 这个烂掉了 真的不知道 才哪个好 这些孩都不太好了 踩不了多少就踩好的回去啊 这个你得要有经验才能踩 因为它动起来以后就难判断 这个好了 看这个冻蘑菇很好玩的 这个 很容易就 抓住一点点呀 错误是吧 抓住一点点 很容易就给它扣出来 一坨 好像都还好 画动了才能看出来 如果是新建的话 你不可能抓个头就能把它整个 整个拿出来 这些 这些 就是小了点 还行 有点嫌弃它太小了 行一框了 这个地方好坏的 感觉又有点 太阳照了以后 它又有点化洞 邓的姑也容易烂 因为它一直零度左右 它一直化 一直解洞 一直要洞上 这几个 咱们空间有限 直材 直材好的 直材看上去好的 这些都好鲜 好嫩 这个坏了 有错 这几个都是促腿的 可惜了 这些都是促腿的 如果不好的摘回去 也是丢了 那就 大不了这些盖子 可能就不行了 这些杆子都挺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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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这里采完一袋子就满了吧 如果一袋子满了后面又看到大的壳子了吧 继续往里面 万一里面有又大又嫩的 留点空间装的一些 这两边都能有 之前我也来过几次这里了 我一开始比较早的时候来过 你看长得好大呀 可是这个已经不行了肯定太大了 这里面还有一些之后没有时间来 所以可怜 这个好像还挺嫩 没有机会给它们都带回去 真的好多呀 但这也不太好了 这个也不行了 这个好像还行 太细了 好多好多了 我们现在要找的就是 长得比较晚 它还没有烂点 然后就已经动起来了 往后 压着 压着还没开动 这个还挺挺大 这个有点 这个有点 这个有点歪 但是好像也还行 这也是修饰人家 这个有点减肯定太细了 这些都还挺嫩的 看上去 这里有点小 但是这些嫩 只能找以前没有发现的地方 那里面有一处很好 好像不太好 这个还行 上次没来这边 这个杆子这么好 不要 不能 这些好难 那边没怎么踩 腿还是挺黄的 你想那几个 我不知道好不好 这个好像有点老 那边有一球 哎呦 我本来想着今天随便踩踩都可以踩一框嘛 没想到还挺难找 因为到底还是森林公园物产丰富这边不行啊 这不行了 哎呀这个小苗苗太小了 哇塞这里好漂亮 不过该回去了 虽然说没有踩满 但也不用取太多 在这个林子里我都不用导航了 听那个声音 听汽车的声音就能叛到方向 这次肯定是最后一次了 因为我们旁边这个林子 也没有什么剩下的了 这个都是还挺新鲜的 这些蘑菇 有的也不一定好了 回去还得理一下 他赶紧回家了 不然真的又来不及了 今年的蘑菇季可能就这么结束了 最后来个拌袋子 回去尝尝这个冻蘑菇的口感 我还没有炒过呢 上次那些都直接晒 通干了 这次尝尝它的口感如何 我旁边不多 我一开始找到那一片真的是 正好没有发现 然后我正好知道那里 其他的地方根本就很难找到了 给他写一个冻太好了 今天只有一点点 我已经没有耐心吸就行了 因为他一个是小 他一个是全都碎掉了 然后有些这种就不太好了 要挑好的 稍微弄了一框就行了 湿了一下水 这些蘑菇特别特别碎 它都从下面都露出来了 这个比较小 所以开始不要给它烘干了 正好给它直接炒了 也挺多 把这些工具彻底洗一下 然后明年再蘸 熬到我 谢谢 金犹豫 瓶 因为这个面条 就好久没有吃这么鲜 至今切得太多了 这一筐炒完以后更多 干物质还挺多的 小蘑菇它可能就密度比较大 还挺多 我本来也会想一顿就把它吃完 但是我觉得用那个蘑菇油 做那个菜包比这个应该更好吃 放点调料 完蛋了 不要 再给它拿出来一点 放点橡皮油 主打一个 主打一个随心所欲 更惨的是我们连面粉 都是想最后那么一点点来 慢点 不要再破了 又不行 必须要破了 这个好 没看到倒坏油了 把我们的筐器收起来 明年再战 就这样了 所以 感谢观看